好 台九县苏花公路大清水明隧道 在0403地震当中是造成了顶板的破损 14号中午左右施工团队在进行顶板钢筋 切除时却不慎引燃了废轮胎起火 这也导致中午的管制时段是烟后的放行 明隧道上面的轮胎烧汗不慎 熊熊烈火持续烟烧浓浓浓黑烟 直串天际菊红色火光不断冒出火势相当猛烈 事情发生在14号上午11点花莲苏花公路台九县 159.3公里处的明隧道内 由于0403地震后落实摊邦 导致明隧道顶板有严重的破损情况 可以看见隧道上方的钢筋断落歪斜散落 近日正在进行收复作业 却没想到因此发生火灾 根据了解是因为在切除顶板钢筋 火星不慎掉落下方明隧道上的轮胎堆 导致起火燃烧 燃烧面积相当大 火势也无法控制 消防人员赶抵紧急部水仙灭火抢救 救援人员还爬上10堆灌水处理 你帮来跟他一起啊 你这后面这台 不走很久啊 要等中午12点的 要上哪边 桃眼 水端那边有发生火灾 也过去四五台的消防车 苏花北端管制口已经有大批排队车辆等待通席 有民众表示自己已经等了四个多小时了 不少民众也受不了下次走动 由于该路段因为0403地震破坏 仍处于限制通勤的状况 每日仅开放3T次共5个小时 如今却遇到火灾发生 导致河人到从德管制路段通勤时间延后至下午1点 公路局呼吁民众可以多加利用官网及幸福公路的APP 随时掌握道路的状况 避免浪费时间 浪费精力 记得实力请按赞组合链报道